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18年6月期间 曾在网上担任主播 直播时穿着半路服饰或空间服装挑逗粉丝进行打赏 被控利用通信媒体已乱碎 一部女演员张子言此外 他还自称是张子言案唯一目击证人 刚开始公开了很多证词 获得人们的信任 之后尤凯美发文称 已至无对张子言案的证词 多次出现前后不一的情况 加上他打 身为张子言讨公道的旗号发售周边 募集捐款 出版书籍 很难让人不怀疑他另有所图 而张子言的前男友接受采访时提到影剧巫师表示 自己以及亲友从未在张子言的口中 听到过影剧巫的名字 并表示 影剧巫不仅出版了 有张子言名字的书 还推出了周边商品 是非常残忍的事情